大塊吃肉大口喝酒 是大航海時代海盜的口號 伴隨著衛生習慣不佳 許多海盜死於牙周病 與口腔衛生疾病 但現今牙周病早已不只是屬於 他們的權利 尤其在老齡化的社會中 注重口腔衛生與治療的後續處理 日漸重要 二十歲以上的人類 那個數字還真的蠻厲害的 你們知道嗎 那個數字是二五二五 兩千多米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的生活 真的都是 生命都一直在延續 比較脆弱 是有一些瘀血的狀況 當然就是說術後感染的部分 就怕說身體狀況比較沒有那麼好 但是目前我們本院的牙科 是沒有術後感染的case 可是這個大概大概兩個禮拜左右 那個瘀血也是整個都消退了 台南醫院邀請到牙科主任姚依瑩 在今日舉辦年長者口腔衛生記者會 說明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伴隨老年人的健康也越來越受重視 尤其是口腔的保養 許多老年人會害怕自己無法習慣假牙 或者止牙的治療方式而置之不理 是不正確的觀念 減少過多的牙均膜再堆積上去 那當然最重要就是要配合說我們的習慣養成 就是早上和基本上最少 就是早晚就是各能夠刷一次 然後要能夠使用牙線 這樣子來照護你的習慣 然後呢我們我們的那個跟醫生的治療 牙周病的治癒方式其實不難 只要配合醫師的指示與家中親屬的叮嚀 與患者本身的意願交叉治療 即能有效防治治療 而姚醫師也再次呼籲人工止牙的好處 矯正社會一般人對於老式牙橋的刻板印象 記者潘益談談報道